上不来 越来越高的大哥 找了一个好的露营地 又安静又没人 最主要是有水 哇 今天晚上省电了 你看这个公园的灯多亮 算了 我就在这个灯下面搭帐篷吧 这样的话就省很多电 就在这里扎了 我要在这个有阴影的地方 我怕晚上这个灯要是一直亮一直亮的 的话就不行 就太刺眼了 在这一块 这个帐篷是一个大哥赞助给我的 我都还没用过 这是第一次用 好像这旁边有火车 好惨呀 我看一下我的摩托车还在不在 没事吧 摩托车给我偷跑了 摩托车在路边上骑不定来 因为这是一个大台阶 哇 这个帐篷真好 看了摸到质量感觉就不一样 穿在有点爪了 这个帐篷外是第一次大 然后我知道怎么样搞的 哎呀 这个帐篷不会炸呀 哎 挺简单的 比我这个简单多了 哇 这个帐篷还是挺大的嘛 这个是一个卡扣扣扣扣扣 我在想我咋睡 我是靠这个边睡还是咋睡 靠边睡吧 等一下有一个摩油来找我吃饭 然后就在我这个录音地这里吃饭 然后呢估计它快到了 我就提前把我的茶叶给拿出来 给它先烧开水泡壶茶等着它 虽然在异地他乡 但是呢客人来了是不是 还是得拿茶叶招待它 这个水已经烧开了 火关小一点 我本来是想用这个碗冲茶的 但是想想算了 把这个茶叶掉到这个湖里面去吧 不知道的话时间久了 这个茶容易水容易那个 用于凉掉 然后搞点小火给它温着 我带的这个茶叶 我带的这个干茶是 普通的口粮茶 因为这个比较耐泡 所以我带的是这种 让它煮一煮翻滚翻滚 茶水已备好 就等朋友来了 我先尝尝看 好喝 我敢肯定 这辆车就是摩油的车 看到没有 因为听声音 我已经听到它的声音了 这家伙的车改过排气 所以很远都听到它摩油的声音 好了 它开始停下来 应该要看镜头 好远都听到它摩油车的声音了 我的天哪 哈喽 你怎么穿这么多 有这么冷吗 我穿一件衣服 现在 我在河的那边 我在这边就看到对面 你的灯一闪一闪的 然后听到你摩油车的声音了 对呀 大家还认不认识这个人 这就是上一个视频 在新疆认识的那个摩油 那兄弟 把上海的房子给卖了 买一辆摩油车旅游的 上海没房子 然后我就怀疑这家伙呀 365 一年365天 360天在那边摩油车 是不是 嗯 还有五天在干嘛 还有五天 还有五天 睡觉吧 我得请你帮个忙 你帮我把车挪上来 我骑不上来 骑上来是吧 你关了我就骑上来 让他帮我把摩油车 挪到下面来 你不要下来了 这是个台阶啊 从那个从那个 从那个草地上下 从那个草地上 可以下去 这很陡的 很陡的 从那个草 哎 不要下 下不来 从这个草地这个地方下 从这个草地这个地方下来 然后过来 那边好不好下去 那边好不好下去 那边不下 就放在这 就下来之后 放在那个位置 你看你看 放在那个灯那个位置 下不来 越来越高的大哥 我是真服了你了 不要下去了 走对面去 我的帐篷在这里 摩托车放上面 我就 OK 好了 就放这就好了 这个地方这么偏 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呢 我是真服了 你看你的车放在那 总是有人围观 走下来喝两口茶走 哦对 我去 是已经烧开了 好了 行李 帐篷已经 扎好了 车子已经 挪到这来了 今天晚上可以 好好地 在这个安静的公园里面 好好休息休息了 看 这是我们今天晚的晚饭 模样给打包过来的 这个家伙吃个饭还戴着口罩吃饭 托我的福 今天元旦 然后我们俩在这个公园里吃这个盒饭 如果不是我 你今天肯定不会来这个地方 对不对 小时候找不到这个地方 吃吧吃吧吃吧 不拍了 还是很不错 这个是他们本地的腊肉 对 这个腊肉很好吃的 这个腊肉味道很好 青菜跟肉 好好吃饭